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數今年大事 傳媒亦都不能置身事外 這張相片是五一遊行其中一幕 相片被枯頸的人 不是遊行人士 而是傳媒工作者 遊行當日 警方未有好像事前所說那樣 設立採訪區 但卻捉起人牆包圍傳媒 令傳媒難以以近距離 採訪衝突情況 事後治安警被指粗暴干預傳媒採訪 有妨礙新聞自由之嫌 例如好像今次那樣 亦都不只是我一個被人困住 是有很多行家有差不多相同的待遇 基本上好像不是針對遊客 人士是變成針對我們的 警員就在那裡不斷攔著記者說 不要拍啊不要拍啊 不讓向前攔這樣 好危險 治安警期後召開記者會作出澄清 而局長李小平 亦都就事件約見傳媒團體代表 並且表示同意取消採訪區 而行政長官出身案 亦都就事件首度開康回應 一個確保新民的自由 一個警方也需要維護這個秩序 以及保障大家的安全 其實警方的指引就是要維持這個公共的秩序 就不會說是監視記者傳媒的活動 所以在這裏就是我希望傳媒就是放心 不過四個月之後阻撓傳媒採訪的事件再次上演 有傳媒在街頭拍攝交通情況的時候被警員阻止 治安警就繼續以個別事件作回應 可能剛好算就是 這個是個別事件 只能夠可以在這裏答覆到你 另一方面 政府啟動實施了20年的出版法 同事聽廣播法的修訂諮詢工作 委託調研公司對法例當中 設立出版和廣播委員會 記者首則 以及是否將互聯網納入規管範圍等議題 進行商議式民調 但是做法惹起廣泛爭議 有傳媒團體發表聲明 反對政府未正式諮詢業界 以及在社會未了解兩法的情況下 就貿然推出民調作為修法指標 但是新聞局強調 民調不是政府作出決定的唯一參考依據 至於修法與否 目前社會上未有達成共識 有傳媒就擔心 今次的修法變相是握殺新聞自由 也質疑專業總民調抽樣代表聲 新聞局就一再重申修法與否 沒有既定立場 完全視乎傳媒家的結願 同時又陸續拜訪各傳媒機構 收集業界對是否修法的意見